男人和女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从小我就抱着这个疑问 我有一个十分自豪的哥哥 他很爽朗 而且对我很温柔 臭弟弟你可真是个憨憨 但他每次和我出门的时候 都要把自己打扮成女生 因为他有着一颗女人心 咪的咪的小橘桑 吃八美喽 八个锤子那叫人妖 你们就不会有好听你的词语吗 比如长大女人脸 但不知道为什么是男人的 人妖 这有什么区别吗 我姓男民主 大家可以叫我男主 这一天帮带来一个可爱的男孩子 他名叫百云龙之助 因为他长得很像女孩子 所以我们就叫他女主好了 女主虽然很可爱 但他毕竟是男的 这样这副女性的打扮 自然是吸引人 伴起离许多人不滑好意的目光 首先是这几位龙套的搭讪 那个我说女主 你长得那么漂亮 请问你是女孩子吗 哼 正眼说一下话 女主这么可爱 肯定是男孩子好吧 我那水淋淋的大眼睛可不会看错 这眼睛都被挡住了 你再看个锤子呢 你们不要再调戏女主了 她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对吧 长得女人脸 但不知道为什么是男人的 人妖 你更过分了 让女主一份冷淡的口气 简直是巨人千里之外 你觉得是 那就是不狡辩 唉 本来我也想上去搭话的 看样子是很难的 放学后 我来到超商帮哥哥买两包卫生精 就在这时我看到女主跪在地上许愿 而许愿的内容则是 求三连 而许愿内容则是 请给我一个理解我的朋友 看我这里我不经意打出了一个问号 我请一思你不是非常高了吗 没想到还有这种愿望 看样子又是一个傲娇 所谓人有三级 买完东西之后我便去上了厕所 但出来的时候我又看到了女主 而她是从隔壁的残疾人厕所里出来的 看到这里我不禁陷入沉思 虽然表面上她看上去是一个正常人 然后早已成为了一个圣枪游侠 所以才进了那个厕所吗 真是不容易啊 一想到她的处境和愿望 我于心不忍 于是便问她 女主女主 我给你介绍一个非常适合你的工作 蛤 适合我的 对啊 这份工作是算让羞耻的衣服 去服侍别人 而且工作的时候 双方都会十分的快乐愉悦 放心绝对不会是什么奇怪的工作 你说的就很可疑啦 你看 女仆咖啡店一点都不可疑 这衣服还挺可爱的哦 对啊 这个是我哥哥先吃顿过后 何事才挑选出来的 蛤 总之这家店是我家开的 作为一家专业的女仆店 我们的面试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如果不正常蹲长倒水 开锁 修码 修电脑 写代码 剪视频 卖土豆 卖草籽 送口帅大师 铁头工 以及去隔壁阿博家买菜的时候 要砍到250车 否则基本上是通过不了的 你这是女仆店吗 但是 你不一样 从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看出了 你的不平凡 高耳而傲娇 美丽而弱小 去那时候 那真诚的眼神 以及最重要的一点 长得漂亮 收盘了你就是个颜控 但你来应聘的话 百分百能通过 毕竟是对口的 对口 要りますね 所以我们两个来到了女仆店 哎呀 女主你好你好 我是男主的哥哥 我叫杰 虽然我现在有的引流制度的称号 但你们可以叫我杰哥 杰哥好 哎 你好 小孩子嘴真甜 你不要面试了 直接上班吧 真是严格的面试呢 让我看看你的新衣服哦 哎 非常合适呢 哎 有新人 真的哎 你好你好 我叫林尖昼 就是月术汉化组的看板娘 你也可以叫我咕咕咕 我叫牙姨 好的牙姨 哎 这种感觉有点怪怪的 女主你看 你们都是同一类人吧 同一类人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一样都是人吗 啊 这样说的好像他们不是人一样 好了好了 先别吵了 牙姨先介绍一下这家店吧 这里是咖啡店 英文不会念 和普通的咖啡店不一样 这里咖啡店的大家都是伟娘哦 没错 大家都是明明长的女人脸 但不知道为什么是男生的 男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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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伟娘 也就是说 我也要把自己当作是男孩子吗 不然呢 难道你不是男的吗 我没说我是啊 哎 男主你咋回事啊 不是啊 都是自我欠到所有秘密 人都说 不是男孩子就不能在这里上班了吗 你这样我就要打群了啊 怎么说来着 哦 对 看到这里 我这是欠到浑身发抖 哦 空调没开 谢谢啊 地狱空了到魔鬼在人间 哎呦 新人 让我看看 天哥哥 那是女孩子啊 哈 但他明明是足球场啊 女生也有足球场的好吧 女主你可不能开这种玩笑的啊 虽然我理解你想成为女孩子的心情 我也没说我想成为女孩子啊 而且 我真的不是男孩子啊 是个人指吧 你再怎么说也改变不了 你是一个容易长得女人脸 但不知道为什么是男生的 伟娘 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男人就非得是女人呢 难道你是太监 你们才是 不要随便决定别人的性别啊 男人都是大叔棋子 一无无疑 说着女主大扣子跑掉了 正在他换门头寸的背影 我不停大喊道 女主 你怎么了女主 你是不是尿急想上厕所了 果然之后我就在厕所那边发现他的足迹 门里面传来了女主的哭声 一无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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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主女主 你不要哭了 说好这里对我很合适的 结果根本没能理解我 能接待我的地方根本不存在 对不起女主 之前是我误会了 我看到你愿望当上写着的 求三连 哦不是 想着如果要一个理解你的朋友的话 把你带到这里来就行了 自以为是的明白你的 但是 那个愿望是你发自内心的吧 我是真心觉得这里能成为艰难你的地方的 之后我的女主发表了一段正能量语录 我们遇到什么困难 也不要怕 微笑着面对它 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恐惧 坚持 才是胜利 加油 Oligate 之后再经过一段精彩的正能量语录发言 女主终于被我打动了 之后和我们一起开始新的生活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艺 上面学大部分剧情都是我恶搞的 不要太在意啊 本期恶搞解说配音的漫画是 不可解的我的一切 作者是 就是绿书汉王组看板人的那个灵界座的作者 这次的这部漫画 灵界座在本作也作为女扑卡命的一员登场 虽然新闻不是很多 啊 多得也不说说了 懂的都懂 前段时间我发了一个动态 问大家有什么想让我推荐的漫画 结果啥类型的都有 看得我那叫一个头大 我推荐这部漫画的反应是比较热烈的 因此就解说配音了这部漫画 说实话 你们老推荐我这类型的漫画 你们是不是有毒啊 信不信我真就整一个伟娘形象啊 啊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让我解说的漫画 欢迎大家评论私信留言 私信基本上是必看必回的 说不定你推荐的漫画 下期就能让视频呢 喜欢视频小伙伴 不要忘记点关注 13连支持一下 拜托啦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说句好的话 我可能真就整一个伟娘形象出来哦 那么我是小艺 我们